生活的原则就是四个字 稍于知足 30年前 我们任何人都听不进去 觉得这个很消极 很悲观 没有意思 稍于知足 那活得有什么意思呢 很多人这么讲 但是我们 这个稍于知足 这四个字 我们误解了 我们因为 让我们去过一个 很艰苦的生活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到 以前的很贫穷的生活 不是这个意思 它让我们过简单的生活 不是让我们过艰苦的生活 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 现在这个年代 二十一时级的人 也可以过 不可以过艰苦的生活 但是可以过简单的生活 简单的生活 其实是不艰苦的 不艰苦的 所以 首先我们过一个 稍微简单一点的生活 尽量的 该剩的都省 不需要的不买 除了真正的 需要的东西以外 不需要的不买 过去已经买过的东西 现在你不用的 就不要放在衣柜里面 这样子以后 家里的东西 任何一个东西 是我必须要用的东西 这里面没有一个 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 这样子以后 这个叫做 简单的生活 这不是简苦的生活 这是简单的生活 这样子以后 我们的节奏 就因为我们不需要 太多东西了 不需要太多东西 所以我不需要这个节奏 不要这么快乐 我就不需要这么多东西 不需要这么多东西 我自然就这个 可以慢慢地缓慢下来 然后我需要的东西 没有那么多 需求没有那么高的话 那我压力 我为什么要承受 这么多压力呢 不需要啊 压力我可以 至少一部分的压力 我是不需要的 至少一部分的压力 放下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 这一部分当中 我们就感觉到 轻松自在 感谢观看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